问完他打游戏吗 对 那一次打游戏 然后四五个小时 我跟他说话他都听不见 后来就是他跟我说话 我不理他 他发现我生气 他发现我生气了 他还坚持把那句游戏打完 但是他哄我的理由你知道吗 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就是陪伴 我怎么没有陪你了 那他每次打游戏都忽略你呢 还是说偶尔会忽略你的存在 我感觉是每次 所以他一打游戏 就会忽略你 对吧 对 你觉得你做得对吗 因为年轻人嘛 都比较爱玩 我就这一个爱好 然后以前可能 就是打得时间更长一些 现在呢 然后现在就几乎就少很多了 就频率也就是降下来了 就是吵架的奸细啊玩会儿 你觉得你对他好吗 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吧 你觉得做男朋友 你做得到位吗 挺到位的 我去他家他会给我做饭 然后他去我家 我也会给他做饭 那比如说什么节日的礼物啊 我每个节日啊 都会提前给他备好 然后送过去 甚至提前就是送一些啊这种 是 他送我礼物啊 就是浇水 然后长住的那种 然后他直接买了十个回来 放在家里 你也用不了那么多 如果我说的话又觉得啊 别人买礼物给我 我又觉得我矫情 那那么确实用不了 然后我妈就是 不愿意看那些小东西麻烦 然后就想扔 那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人家那个十个还包油 然后那我就买了呗 这就把你妈整进来了啊 你妈要扔是吧 扔了吗 然后我就给放起来了 给藏起来 所以你也挺委屈的 对啊 行 听起来反正都是 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里面听到的更多的是 女生好像在情绪控制上 差点意思 但是他有时候还不信任我 像有别的男生 给我发个消息 然后他都要就是问半天 这谁呀 为什么要给你发消息 其实就是有原因的吧 可以说 还有原因 我俩刚好没有几天 然后我就不惊一见 就瞅见他手机 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男性 它就有个标志 不是 你跟我说说 瞅手机怎么能瞅出 一个亲密的男性来 是怎么瞅 就是一个软件上就有个标志 然后就是两个人 就是互为聊天最频繁的 才有那个标志 然后我就瞅那标志了 哦 这都不懂 你看 然后呢 然后就挺生气的呗 然后人家就说 我本来打算跟你说的 就是还没来得及 那我瞅见了你再说 就是你跟我说是一样的吗 但那个男的 就是我俩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喜欢我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 也不太懂拒绝怎么拒绝 我因为我俩也在一个班上课 你看 不理他的话 就觉得特别没有礼貌 但我每次回的都是 嗯嗯 然后就是那种敷衍过去 不是 这可不是敷衍啊 他说我喜欢你 你说嗯 对吧 我们俩一起吃个饭 你说嗯 不是 他每次就跟我 他表白让我拒绝 我感觉没有 就是我俩也没有事啊 因为我也不喜欢他啊 如果真的喜欢他 我俩也不可能有现在啊 嗯 这说开了就好嘛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呢 啊 就半夜 啊 半夜 半夜正给我打电话呢 就说要接一个电话 然后就挂了 然后最后我就发现是个男生 不 这你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因为我问他了 还他半夜的 很正常吗 还他半夜的 主要是这个时间点就不太对吧 高中同学 关系还挺好的 嗯 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吵架了 他说他不要急 要问我一下该怎么弄 问你啥 因为就是我俩关心比较好 那个女生跟我关系也挺好的 女生也在跟我说话 我就想着就是我俩聊天也没什么事 就是聊日常 先接一下 然后给他俩就是说 哪怕就我这边说完了 我就能跟他继续 马上应该就说完了 就明白了啊 然后他就觉得就是 我又跟这个男生怎么怎么样 那你这么能调节 怎么不来当主持人呢 你这不对啊 什么叫这么能调节 不来当主持人呢 他只能当关家呀 他不能当主持人 就我们这活 都给他们呛了是吧 对 对